最近我家的老房子受到蓝白攻击 也引起社会的关注 其实矿区的房子牵涉到台湾矿业发展历史留下来的矿工住宅 以及矿工后代安居的问题 合理的解决才是正道啊 不是在多年后只做到认定既存违建拍照存档就当作解决 因为矿区内的每一个房子都没有特权 只有满屋子的心酸 这些房子都在区域计划法施行前就已经合法存在 矿权废址后政府并没有妥善处理他们的居住权 无法可申请 年久失修 自行修建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这些房子应该是既存建筑和都市计划内 有法可遵行的违建概念不同 应该要获得合理的解决 最近我看到矿区内乡亲担心安身立命的房子 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